帶大家看到的是大陸媒體人王志安 日前在網路的節目評論台灣的選舉 而他在言笑間呢 算是有點嘲笑聲障者 這被網友質疑呢 他是不是這些話是在暗指民進黨 不分區立委提名人陳俊翰 引發了這個輿論的圍剿 而這件事件爆發之後呢 也讓大家再度關注到SMA這個罕見疾病 SMA又稱脊髓性肌肉萎縮症 是一種運動神經元退化 導致肌肉無力以及萎縮的隱性遺傳性疾病 過去大眾對於SMA缺乏正確的認識 甚至可能會誤會是軟骨症或是腱凍症 也因為不了解疾病的進程 還有醫療資源 在照護上面面臨了種種考驗 陳俊翰日前出席了SMA衛教活動 受訪時表示 台灣罕見疾病患者 約有17000多名左右 都會面臨很多不同生活上的困難 包括罕病用藥給付健保 以SMA病患為例 現在還有超過300名的患者 在現行給付制度下 仍面臨無藥可用的困境 而俊翰也坦言 針對SMA的用藥 我只能忘藥心寒 因此他也誠摯的呼籲政府 可以看到並有這塊極破的需求 陳俊翰昨天出席了SMA的衛教活動 他就透露了 其實自己就是到現在都還沒有辦法用藥的患者之一 陳俊翰他在一歲左右的時候就確診了SMA 但是因為當時沒有任何的治療藥物 醫生曾經評估過說他只能活三到四年 而陳俊翰也提到他說自己在病程中一度失去了求生意志 還曾經寫著紙條跟母親說不要救我 但是現在陳俊翰不僅是成為了學霸 甚至還是一名人權律師 而他放棄了美國優勢的環境回到台灣 只為了替罕見疾病以及生臟者發聲 罕見疾病SMA病友陳俊翰遭到善效事件 讓該疾病再次受到關注 他30日出席SMA衛教活動 提到自己在病程中曾一度失去求生意志 但如今他不僅成為學霸 更是一名人權律師 放棄美國優勢的環境回到台灣 只為了替罕病和生臟者發聲 陳俊翰在一歲左右確診SMA 因為當時沒有任何治療藥物 醫師當時評估他的壽命只剩三到四年 而他國小六年級時病症更惡化 在加護病房插管長達兩個月 一度失去求生意志 甚至還寫了這條拜託母親 不要救我我真的撐不下去了 幸好最後在母親的陪伴下 跨過了心中的關卡 那像我從小學開始 本來還可以自己吃飯 自己拿筆寫字翻書 但是慢慢的這些功能 基本上到了我 高中的時候基本上就 幾乎已經完全喪失了 可是我總是覺得 生命的意義應該要比 這些功能要再更多一點 陳俊翰失去雙腿全身緊盛頭部 及幾根手指頭的力量 但他憑著超強的意志力 在台灣大學會計與法律雙組修畢業後 赴美求學 並取得法學博士學位 考取紐約州律師執照 忍稱台版非常律師的陳俊翰 但他卻在前途一片看好之下 毅然決然捨棄美國的高薪工作 和有優勢的治療環境 選擇回到台灣繼續推動 照顧順利接受到治療 但台灣卻有許多喊病用藥 尚未給付 所以才選擇回到台灣 希望用自己的力量 推動喊病用藥權益 看到的是嘉義市區的巴掌溪河畔 在30日的時候 施放了長達8分鐘的盛大煙火秀 那因為這個聲響非常的巨大 讓整個嘉義市都非常的震撼 甚至有當地的民眾戲稱說 以為是兩岸開戰了 因為太大聲了 但是有一些民眾他們是受不了了 打電話到這個消防局來反映 那麼消防人員受理陳情到場的時候 煙火是已經全數都施放完畢了 而確認現場是非合法施放 已經開單舉罰 消防局表示30日晚間8點06分 接獲市民陳情 說軍灰橋旁邊美德加訓班空地 施放高空煙火 而分隊長率隊到場的時候 發現有大量的爆竹施放後的殘骸 確認有違規施放情勢 依法開出了4張的舉發通知單 合計得儲以新台幣 42萬元以上的法環 接著要看到的是 基隆市七肚區明德一路 在26號晚間的時候 發生一起行車糾紛 有一名男子他因為不滿 自己開車的時候被按喇叭 居然是下車狂揮藍波刀 恐嚇甚至還罵三字驚 嗆對方說不然你會怎麼樣 那警方後報之後 是在案發10個小時內 就將這名犯嫌23歲的 王姓男子逮捕到案 偵訊之後是 依照觸犯了刑罰恐嚇罪 以及公共危險等罪嫌 將他移送了基隆地檢署偵辦 另外呢也會依照危險駕駛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 予以告罰 男子當街叫囂 對著另一名駕駛揮舞藍波刀 只因為被按喇叭就情緒失控 變成超派駕駛 這起事件發生在基隆七堵 警方調查26日晚間 被害者駕車行精明得一路時 只不過對前方亂換車道的轎車按喇叭 23歲的王姓男子火氣就上來了 沿途按喇叭叫囂 嚇得被害人把車停在路邊 超派駕駛也跟著停車 不斷揮舞藍波刀 標罵三字驚后才離開 那偵訊後 依觸犯刑法恐嚇 及公共危險 妨害公眾往來 安全等罪嫌 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 警方獲報後 在案發10小時內就逮到人 訊號先依恐嚇等罪嫌 將超派駕駛移送法辦 危險駕駛的部分也開單告發 接著您看到的是 桃園市盧竹區的一處路口 在30日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輛大貨車 他在右切車道的時候 與機車發生了碰撞 女騎士當場遭到碾過 明顯死亡 而貨車的駕駛在事發之後 是蹲坐在騎樓下 表示我真的沒有看到他 才會連剎車都沒有剎車 我真的沒有看到他 有在我前面 桃園市盧竹區30日中午 發生一起死亡車禍 一輛大貨車 右切車道時 與機車發生碰撞 女騎士當場被捲入車底 頭部重創明顯死亡 我連剎車都沒有剎車 因為我沒看到他 貨車駕駛事發後 蹲坐在騎樓 表示真的沒有看到他 才會連剎車都沒剎車 警方初步調查事發當時 50歲林姓大貨車司機 正沿著中正路往大圓方向行駛 從外車車道準備右轉南山路 行星事故路斷時 不勝於59歲虛性女騎士 發生碰撞 林楠表示當時從中線 要切到右轉車道 自己前面有一台車 與她同向 我就跟著她一起切過去 認為騎士騎在右轉車道上 應該是要打方向燈右轉的 蘇姿強調她真的沒有看到他 所以才會連剎車都沒有剎車 最後是聽到碰撞聲才停下來 人在車底啊 他整個滿臉都血 他都被壓得都淡了 摩托車在地上摩擦水 就卡卡卡弄聲了 附近路人表示 女騎士招撞後 人躺在車底滿臉是血 被壓得人都爛了 當時還有人聽到摩托車 摩擦地面的聲音 相當驚悚 警方針對林蘭進行酒測 酒精濃度為零 詳視肇事原因和責任 有待進一步調查